在卖座电影《回到未来》中,男主角米高福克斯曾穿着了一双能自动绑鞋带的Nike球鞋,而被视为经典。 30年后品牌克服技术困难终于让这双鞋实体化并可量产,堪称是Nike的一代神鞋。 历经十年的研发过程,Nike终于推出了HyperAdapt 1.0鞋款,创作概念便基于2015年时的超限量Nike Max鞋,可是做起更进化的版本就如同在电影中,当穿上鞋子后它会做出自动反应。 动态调整鞋带技术开始调整鞋带系统,直到让双脚感觉到舒适的包覆程度。 穿着者可以透过鞋领部位面板上的G1符号把鞋带调整得更紧或更松,全靠鞋底及两侧的感应器,甚至还能自设松紧度。 系统会根据穿着者的双脚做出反应,调整到舒适程度,进而实现个人化,也是Nike的心理程碑。